我们有一个Help 然后里面呢 没有写任何东西 是我贴的时候没有贴 好 没有写任何东西 然后这里写了一个Display 它是NUM 这样子 原来有一个Help 就在这里 它要定义这个Class 但是里面一个设定 是Display 不要显示 意思就是这个栏位呢 虽然是一个Spend 可是里面要显示这个字 可是因为你把它点掉了 你叫它不要显示 所以这句话不会显示 好 OK 那B呢 你看B 同样的指令 你把它切过来看 比较方便 你会看到说 一样Help也是这样 然后这里呢 一样的 好 好 然后接着它做了什么 它一样 开始使用这个 JQuery 然后它去选择 FORM这个标签 FORM这个标签 点Submit 它点Submit的时候 做什么事 它说如果 如果你有打 点Value 这个栏位 就是这个UserName 这个栏位 Input 里面的UserName 这个栏位 然后呢 点Value 是等于空白的话 然后就请你 它就会在这个物件上面 Stand 点Help 点Help 不就是class吗 这个点吗 然后Help 就是指这个物件上面 点Show 原来是被你关掉的 现在它会请你输入 会显示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会Show出来的意思 所以这里点Show 是指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B 这是A B OK 这是A 没有 那点一下 那这句话会显示出来 意思 那一显示出来 我看一下 那没有打的话 它会散一下 没有停下来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不要那么快 就让它消掉 因为一执行完了以后 成四呢 它又回头来了 又回头又被它关掉了 所以A 这句话会散了一下 这个是点Show它的用意 那因为重新一执行完了 它又把它关掉了 所以这句话又看不到 所以这个栏 是显示的意思 要不要显示的意思 那如果 这个 去把它关掉的话 那 就会 这样子看有没有用 因为这个太快了 然后一下子就没有用 好 这样子 如果什么事都不做 它会显示 一开始就显示的 这个栏目是显示的 如果没有打的话 或者如果有打的话 我就把它关掉 这才可以 好 这里Show 那Plus呢 就是把它关了 好 这是一开始 Show 它会Show出来 那问题是我 如果没有打 它还是会Show 那如果有打呢 它应该把它关掉就对了 好 应该反过来操作才对 好 来我们先看一下 让各位去执行